在東莞長平州會大隊的辦展裏 硬是被一班人家住 上了一部黑色的小妻裏被帶走了 而這些人帶走他 一不是為了求財 二不是為了害命 只是向李先生說下了一句說話 以後不要再上州警大隊了 這個標球確實是有些其他 另外記者調查也知道 其實之前當事人劉先生已經連續多次 經常去到常庭 郊警大隊的鬧事 甚至乎他還做了一些很不難的舉動 他為何要這樣做呢 而他被人強行擄走 和他鬧事這兩者之間有沒有聯繫的呢 而這輛蒙著車牌的小車 為何又可以從郊警大隊的大院裏 將人擄走呢 那總統的理論我們繼續去調查 在東亞中獲得福利 就在郊警酒店那邊 在東亞中獲得福利 就在郊警酒店那邊 一個不小心 被一架從側面開過的小車中到 當時呢 當時呢 當時我推的感覺有慈 我認為他會 整理我的腿 就是我沒有什麼呼吸 也沒有什麼 我的腿有呼吸 就站起來 我的腿就慎了 但那個趙市的司機 連車都不下的態度 令到他很生氣 之後他就上前 跟小車司機理論 我說呢 那個我呢 你幹嘛 我跑來不看 你斷了我 他說 我說 我車有那個司機說 電營 他說 他說 我說 我沒有 我沒有斷了你啊 是你你斷了我車啊 劉師生 通常要求小車的司機 換上了一千元 但對方的譯為 劉師生去東亞港 將東亞中獲得的車 不退讓 後來還有打擊的力補警 所以他說 我和他就說 他就叫110了 就放 他要去到 以後呢 叫你來了 你到我現場之後呢 就說 他把你給地方放過來 你叫我給你寫寫 劉師生 告訴記者 事件中 有隻狗射了箱 但是 處境的 純年登亞警 他放了那個撞傷他的人 這樣令到他 沒有辦法理解 你叫 你叫 地方的報了 那時候你都說 我向你 你叫我必須到家 叫電話給我 他 我以後會跟我就行了 入獄對家庭的傳承不服 事後 他曾經當次 公路上 鎮到幾大樓那裏 要求解決 但一直都沒有回應 之後就出現了 大漫家庭女 那瘋狂的陰謀 大漫家庭的 南小鎮 海藏 … 我尚 2006 事件中 公務員 出現吧 大漫家庭 更綁 交警反而放棄走 為了轉捕確實情況 記者隨後找到了常平交警大隊 經過兩個小時的等待 常平交警大隊是故處理中去的報告隊長 接受了記者的採訪 他表示當時之所以做出這樣的處置 他有理有理 剛才那個小車司機跟我們說 那個行人是碰瓷的 是故意過來撞撞的 他說他車站和車站視頻 記錄了整個過程 然後我們就把那個車站路上進行這個核查 結果我們核查呢 那個情況基本是屬實的 就是說那個行人是涉嫌碰瓷敲渣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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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為何要把這個流氏單綁走 已經是成為了一個位置了 只不過其實仔細 去看這隻手機示範 我們是發現了一個問題的 這個示範地點距離門位室 只不過是不夠十米的 就在膠景的大院裏面 為何你門位可以硬說不支持的呢 其實看回整件事 我們兩看吧 一方面行車紀錄而拍下了事故的經過 是不是碰瓷 相信大家看完之後才有判斷 如果劉先生對膠景的處置不服的話 可以提醒一個行政覆議 但是你這樣去人家膠景大隊鬧事 人家不報警拉你 其實都已經很守下流程了 那假如警方那方面認為劉先生的行為 違法證據是充足的話 不妨就依法辦事了 但是另一方面 劉先生在膠景大隊的大院裏面被人擄走 好 眾多的疑問它依然是無法解開的 那譬如說 這輛蒙著車牌的車 是怎樣開入你們膠景大隊的大院的呢 難道膠景是不需要理的呢 其實我們覺得 這個也是你們的職責來的嘛 另外這輛車開入了大院 難道沒有留下任何的登記訊息 再說吧 現在的偵查技術這麼發達了 相信現在又有視頻又有目擊者的情況之下 要找出這個搬頭的主使者 相信是不難的 我們前線調查的觀眾也都很希望知道 到底誰是主使者 好了 感謝你收看今晚的節目 與您無法解決